藍白2對2協商前戲 前議員謝龍介不掛 竟出現凶掛 讓他一看傻眼 國台銘大跳翻桌舞 不過抖音影片突然全下架 網友直呼尷尬到極點 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今晚 自由報新聞 歡迎收看自由報新聞 好來關注藍白河動向 台南市前議員謝龍介在節目上不掛 結果出現很有趣的結果 竟然是凶掛 這難道是大兄的徵兆嗎 不過他趕快來打原場了 說可能代表是路途坎坷 最後還是會留暗花明又一次 不過已經引起討論了 因為明天就是藍白2對2的協商 那麼雙方是先派出幕僚來探路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誼是說 會御駕輕爭 他信心含話還說一定會跟柯文哲說上話 那麼對於藍白河民進黨團是表示 賴清德從頭到尾設定都是最難的打法 就是一對一 不過接下來要看到除了柯喉兩個人 還有一個關鍵人物 就是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最近動作頻頻 他今天發文說為了兩岸和平 還有在野整合要站出來 而先前他也說等藍白整合成功 再來找郭台銘談 不過大家要放下小我來顧國家的大局 強調如果他帶著框架還有植物來推動工作 反而會比較不順 至於要不要接副主席呢 近期還是會水落水出 不過對於明天藍白二對二不公開直播 被認為是違背民眾黨堅持的公開透明 也被炮轟我這麼容易就退讓了 那柯文哲開出的總統政見哪些會兌現 而民進黨團也炮轟說柯文哲最討厭蟑螂還有國民黨 那麼現在要談藍白河對他確實是有點委屈了 那麼就在藍白協商的前戲 反倒是郭台銘要被邊緣化了嗎 郭台銘方面是回應說 柯喉的支持者本職互制 只有郭台銘才可以有助於藍白 那麼接下來要看到最新的民調提問 如果是藍白河誰可以來整合更多的資源 有31.3%認為是以侯友宜為主的 那麼也有26.7%是以柯文哲為主 當然還有將近三成是沒有表態的 不過就在這個時間點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已經端出他的文化政見 那麼這也是他第五場的國政願景發表會 而同一時間我們來看到是前國策顧問郭明義 他就發文說選舉已經進入倒數了 結果看到藍白還是在密謀組合肉 不然就是在跳翻桌舞 他強調現在應該是要看政見的時候了 那麼對於藍白他是很犀利的 他就說國民黨不是沒有執政的經驗 但是都不主打自己的政見 天天喊著下架民進黨 實在是很沒有道理 那麼他也舉例是良大的可樂品牌競爭 也不會推出聚喝活動吧 不過看到藍白河 他直言就是來路不明的組合肉 為什麼呢因為連施政的方針都不說清楚 到時候輸了問題誰也不會負責 好就是這一段郭台明跳翻桌舞的影片呢 引起很多討論 不過今天下午突然全面下架 在社群平台通通看不到了 網友就說這下真的像歌詞說的 真的成為霸道總裁的傳說 來看這一段稍早畫面 幹 我姓郭 割我郭 霸道總裁的傳說 我姓郭 沒人賺的比我多 我姓郭 猶如猛虎下山坡 我姓郭 帶你賺錢不囉嗦 我姓郭 好近期郭台明為了選情 是不斷的出新招 我們看到他跟網紅合拍影片 不過現在呢 有兩支討論度很高的影片都下架了 為什麼呢 因為網友都說的實在是尷尬到幾點 是不是把年輕人當作小學生 有人更說選舉不講政見 要拍什麼抖音歌 又有人認為郭台明團隊無法治國 但是還是有不少人 喊話說郭董加油說他好可愛 不過最近翻車的還有民眾黨立委參選人 蔡壁爐 他是投書批評民進黨 引述的是金庸小說陸頂記 卻把其中的關鍵角色寫成 前法務部長陳定南 不過這也不是他第一次口誤了 今年9月他也是 疑似說錯清水的地名由來 引起網友炮轟 那麼這一回又搞烏龍 有人就說看了真的頭好痛 那麼又有人說不知道陳定南是誰 真的是說不過去 而台灣激進也批評 蔡壁爐文章邏輯錯亂 用字潛詞也讓人很傻眼 還寫錯成陳定南 真的把台灣人跟宜蘭人當成笨蛋 好再來看到國民黨立委馬文君被指控 洩密前進國造機密 那麼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就炮轟了 他是對侯友宜喊話 說他還要繼續迴避嗎 確定要來挺馬文君嗎 而近期馬文君是一再的堅持 說前進廠商GL公司是一間雜貨商 那麼還說他引述的媒體報導內容是有法院認證的 不過也被打臉了 因為民進黨立委林俊憲就說 這一篇報導的記者內文就有寫是根據網路資料 而且法院沒有認證沒有不實 卻被馬文君取解成屬實 那麼這樣的中文能力實在是很震撼 那麼現在面對藍營要護航馬文君 要求要來查黃曙光 國防部長邱國正也再度發聲 表示他絕對相信黃曙光 來看這一段稍早畫面 當外界在質疑他的時候呢 他就把箭頭轉向黃曙光本人 國民黨黨團或是國民黨 或者是戰鬥藍或是藍營 為什麼在一連串這樣的 馬文君失誤的這個狀況之下 仍然要瞎挺 好 持續來關注尾巴衝突 以色列近期呢 是不斷對加薩走廊進行轟炸 現在更傳出以色列軍方 已經在邊境地區集結重兵炮火 還有很多的戰車 似乎要準備發動地面戰進攻加薩 如果真的爆發地面攻勢 首當其衝就是位在加薩走廊 北部最大的城市加薩市 那聯合國今天也證實 確實有收到以色列軍方的禁空令 要求呢這邊的居民24小時內要往南來走 就連聯合國機構的工作人員 還有難民也不例外 那麼以色列軍方也放話了之後 會鎖定這裡進行一系列的軍事行動 不過哈馬斯是駁斥 這是以色列的心理戰術 是假消息 要求民眾呆在家中不要移動 那麼面對這一場一觸即發的攻勢 聯合國方面就擔心 這一場大型軍事行動 會造成毀滅性的人道災難 呼籲以色列能夠撤銷這項命令 感謝收看今天的自由報新聞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交點話題